对 今天其实无论是在攻防两端 都是需要更多的整体进攻和防守 其实昨天中国队的比赛 我觉得在进攻方面 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在防守方面 还是在对方发生挡拆之后 那么中锋的 一个是阎务的面积和位置 另外一个阎务完了以后 回撤的速度 现在看的话 还是需要尽快地去提高和改善 我不知道今天这场比赛 那么中锋队能不能够在这些方面 表现得比昨天要更好 更出色一些 我们每打一场比赛进一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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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发挥当中是目前中国队在上一场比较效率率最高的 他在替补上场之后也是帮球队就是在场上起到了很多的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 李宗盛的数据13分两队并类第二两门球是五中三三分九五中二那么其他的数据上呢也是对球队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有四个强段 他的效率值是17全在第12他在场的时候中文类竞争对手21分 今天他的防外线的上面也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刚刚说对方几个外线外线投射距离很远出手没有准备打的有时候确实是你无法想象的那种进攻 这对于我们的内线风险上帮助外线协防会非常重要的有很大的要求 我们来看看这边是特别于汉逊 31岁的一个很有经验的选手 场军得分在海外第四位 然后他的助攻包括他的场上的表现 他也曾经在NBA当中短暂效率一个呼人队的表现 另外在2006 07这个时间段他曾经在美国NCA大学场军24.7分接近25分的得分 那要说也是7年前当时他234岁的时候那是如日中天就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但是现在他的个人能力也是非常突出 另外他经验现在又来丰富 对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个人能力非常突出而且有经验的队员的话 肯定是不能光靠周鹏一个人去防 周鹏我觉得在国家队能够这么很稳定的站住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确实周鹏做出了很多的在个人方面的牺牲 总是在防最难防的人 然后包括在篮板在抢断方面对于国家队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那么今天去防那个对手 我觉得首先周鹏还是应该从体能上从身高上 那么想怎么办 想办法然后去发挥着自己的优势 包括在进攻当中也可以更多的 如果对方守定人的话可以更多的带着对方去空手跑动 去消耗他的体能 然后再加上一些整体的斜防腐防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对 那么希望今天大家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发送短信息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您可以发送您的在官方微博上来留言 来允许我们送出的有雪花勇长天下提供的精美奖品 另外还可以参与我们三个方面的互动活动 你可以下载手机购物端参与微博话题讨论 另外还有官方微信参与余南会的专区 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那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希望中国队以全胜的战绩进入到淘汰赛阶段 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瑜伽和王辉之道 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各位来观看2015年亚洲南篮锦标赛 第二阶的小组赛 最后一场中国队的比赛 这是中国队对阵卡达尔的比赛 今天中国队身穿白色队服 卡达尔队身穿九红色的球衣 但今天要注意看到的是 他们的外援特里约翰逊 今天应该是不会出场 因为在昨天呢 对阵韩国队的比赛的时候 他是拉上了腹骨钩 今天呢起码首发是没有他 具体全场会不会上 要看状况 他今天虽然穿着 就是全队统一的投篮服 但是投篮服里面似乎穿的是 就是普通的T恤 而不是球衣 如果他不打呢 卡达尔队的实力肯定是打折扣的 对对他们的这个进攻 就是受很大影响 是 中国队今天派出的依然是 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先发五虎 周琦意见联搭当内线 外线三个人分别是丁雁宇航 周鹏以及赵继纬 是 读书 颜 soldier 带发� PENKO 中队抢得非常凶 丁艾宇航真是拼啊 丁艾宇航一开场 这拼搏的态度非常好 对 我们看卡特尔他开始的这个防守就是有一点特殊性 那么他这个落位呢 是在是向连防 但是在中国队移动以后呢 他就改成盯人了 同时就是在伊杰连这侧的低位呢 都采取绕前的形式 这周红盯的阿布迪呢 是有外线投射能力的 塞伊德把球交给低位 这是送到周琪手里盖帽 周琪盖帽之后还完成了一次算抢断吗 周琪盖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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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打开局面 转移球 叶宇航低脚三分 机会 我得开始三次进攻都没有进 对 对方直接持球推进 召集这两次盖帽 对方真的是太自信 完全是送在防守人手里 对方在转向篮板的时候散归 卡特尔他的防守实际上还是就是很有攻击性 不论是他在我们看现在手里都有二三连防 包括像昨天击败韩国队的他守的那种大的区域 一二二当半转三连防 都给那个韩国带了很多麻烦 双方开局 进攻都不顺 外轮上扛 替下赵继伟 替下赵继伟就是要从进攻上打开局面 对 又防守一次 顾爱伦这就推进 对 对方防一见连还是绕前 包夹 看周鹏他的牛 中了 周鹏的状态表示得非常不错 虽然有家里的状况的这种奔波 但是这两场比赛 对 打开局面周鹏都是 做的比较多 防守习惯也不错 可惜这边是 贴得太近 对方等于是绕着周鹏转着小半个圈 一连在罚球线 走 攻联防就是我们谈到的在 一定要去求到罚球线 或者是突破到罚球线 这个位置才是要害 对方现在也打开局面 9号 穆罕默德 周鹏给到军阳宇航 机会并不好 一眼来背上身 造反规 在内线充分制造杀伤 是中国队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本身这两个内线的优势太明显了 对 反正就是你要打得更灵活 对 让两个内线 不但两个人之间形成忽悠 更重要的是跟外线形成忽悠 嗯 这才是就是能够把这个比赛打得更好 更活的这个办法 现在中国他如果是在第一位接球 那么卡塔尔的二三连方两个两端的这个人一定要去加击 所以我们看刚才周齐周鹏的这这几三分球就是这个内外线的这个球 传的传的是不错 一线连第一阀中 刚才那中央队换上里根 中央队还是这段时间防守的那个 所以比赛线我还是不错 中央队换 怪伦 带球转人 我们下马 Dion 我们下马 我们下马 选一球 没有机会了 对方索性是一个 不着边际的投射 这帮防了确实还不错 这帮点一下对方飞了 十球攻到内线 好球 前面防飞防守队员 是自己的状态了 不错 后面呢 易锦连的作用体现出来 对吧 在你前进的路上 我把你的障碍给你打开 周鹏这一次由投篮变为上篮 把握性这是两个人合作的结果 阿布迪 阿联和周鹏的防守出现了一点问题 但对方好在对方没有投进 上线掩护 李根 李根这次压景赛 外线投射的状态是不错的 外线投射的状态是不错的 外线 外线 卡塔尔 中国队呢连得了五分 这样 卡塔尔队交了个暂停 中国队呢准备换人把 王哲林换上去 来看一看目前的三下检赛打到今天一两队场军96分 还在第二位的是菲律宾 第三是中华台北 第四是黎巴嫩 来注意看的是 在得分 篮板 助攻 抢断 这四项全队技术统计上 一两队全部是名列榜首 确实证明 他们是亚洲最强的军团 所以中国队现在的状态 是立足于拼 对 我并不是站在一个说 还像以前一样 这个 横扫亚洲 亚洲霸主这样一个位置上 而是说 我去拼对手 注意看的是 中国队呢是在盖茂榜上第一 而卡塔尔队呢是 所有的球队里 犯规最多的球队 但卡塔尔他的无球移动 包括配合并不是就是很连续性 那么简单的配合 出了机会以后 我们主要就是在个人攻击 所以中国他这个上了 不需要太凶 那么他的外线投射能力 不是很远 而且把握性也 也不是很好 快要求你 快要求你 大队 三 次 对 这一天 二 二 三 四 无 五 五 四 四 六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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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六 对方都爬进 但其实那比分差就并没有拉开 也到宜建联再转一个周虎 其实机会前面是不错的 对方打手犯规 10号萨德 这个球没有必要跟裁判争执吧 怎么怎么他都是犯规啊 周虎今天开局的进攻表现非常积极主动 应该是罚众换人 罚众的话会把贾耀川换上来 贾耀川也有可能去打4号位 都是有可能 罚众众还是保留两个大个在场上 对 换下周鹏 东东今天14分当中 周鹏一个人拿了7分 一棒 过大的领防 这段防守上倒是有点小问题 对 这个球就是已经到这个左边了 一旦阻止球就到中路 杀 一旦阉好球手定手打进 下方这一球 一旦阉表现得非常好 对 那现在中国队就是注意了这个环节 那么到罚众众议現以后 那我们看就是说底线和两侧 都会有不错的机会 加油 等一下注意个人防守 这次选防守看刘伟 实际上扎小川这边快下的速度非常快 刘伟这边是被对手犯规 但是对方犯规数 裁判认定这是一个投篮的方法 凯特尔犯规数还没到 周棚今天5分48秒 拿了7分一个篮板 犯规数已经到了 还是直接让刘伟上罚就见 中队目前只有两次犯规 那看来卡塔尔这个 是应该得犯规排第一 对 他过来以后他就直接犯规 对 不要拦不住你快攻他马上犯规 果然是名副其实这个亚锦赛犯规之王 扎德 直接甩前掌 又造一次犯规 这扎德几次了 两次犯规 前面有不是他犯规的 这边看样子 今天这个特里约翰逊是不会出场 老将达乌德都上 达乌德要说真是陪着中国南篮 这很多次亚锦赛 您当时01年上海亚锦赛带队的时候 他第一年 就是这个达乌德7号 那是他的新秀赛季 就是这个国家队的比赛 一转眼 十四年就这么过 是 卡达队到目前只得了九分 中国队呢 最近那段时间进攻的效率不错 包括在落半场阵地之后 易锦连在中距离 除了自己个人进攻 起到的 枢纽作用也比较明显 对方这是 前掌 对前掌四打一 愣没有把这球打进 还失误了 今天呢 国家队的老成员也是王志导的老相识 王立斌也来到了现场 那么坐在他旁边的是宋涛 都是中国篮球老前辈了 也是给中国篮球在此前创造佳机 立下过汉马功劳 那么再提示大家一下 在十月一号下午两点开始 我们会给大家回顾 中国男篮在过去五场经典的比赛 这是我们的亚锦赛专题节目 叫做祖国在我心中 我们也希望能给中国队带来好运 今天要上午五场 国防和奥特的 军事员会 来说 原国防 获得了 最终赛飞 赛飞 赛飞 中国队 15号队员 中奇 直接奖 上网球 加油 徐凌世 加油 马克思左转 加油 中队轮番换人 周琪 周琪刚上去 刚上去踢了一键连下来 这时候是打小阵容 一大四角 卡达尔的身高 也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刘伟防达乌德 照理说达乌德是得分后位 是二号位 但跟刘伟身高其实也差不多 这边是 十二号 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呢 他算是个 准内线球员 李珍又有机会 右线 卡达尔球到内线是加低 但外线没有人轮转 对 他的防守只做了一半 这边中国队外线 也出现防守的问题 就没集中注意 李珍再来 这回头都有点生硬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有点难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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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又一个三分名中 还有加击 又给阿布图拉机会吗 当手上还是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的状况出现 阿布图拉呢 他是由于推进特别慢 但正是由于推进慢 他跟别人节奏是不一样的 看这次能不能打成一个成功的手掌弓 甲小船推进 制造达乌德的犯规 真的马上要换上李沫豪了 估计应该第二节会让他上 下一手团的法律 对方这个推进 没有时间了 现在把第一节比赛结束 中国队进攻端的表现是不错的 效率很高 达到了26分 让对手呢只得17分 总体来说做得还不错 今天姚明再次来到球馆来支持中国队 他也将在明天离开场上 雪花 雪花 涌闯天涯 为篮球而战 飞把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 匹克 I can play 百岁山优质矿泉水 携手CCTV5 为您带来精彩篮球赛事 水中贵族 百岁山 走 走投 下一个 好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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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目前 双方的一些得分的比对 在板凳得分方面 中国队今天替补 特别是里根 效率是非常高 不 对方下手又很又快 直接切下周期的球 就传得有点晚了 第二节一上来 中国的内向搭档了 变成了周期和李慕恒 现在防守还是二三连防 不像打韩国的时候 防守有那么多变化 对 在外线是赵继伟 丁烨宇航和郭艾伦 赵继伟 在这场上中国队的阵容当中 最有大赛经验的成了郭艾伦了 这这个阵容非常年轻 郭艾伦是这里边参加过世锦赛 奥运会和亚锦赛的 金勇的这个成员 三球 周期 李慕恒不错 这卡特尔队真是爱犯规 对 发现拦不住立马犯规 也不知道能犯板不能犯板 本身作为联防来讲 他就是 这个每个位置上 这个篮板球是问题 而且作为内心来讲 的确这身高就是差的太多了 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阵容就是给年轻的队员充分的力量的机会 对 怪伦摆了一球直接断下来 可惜没打成1-2加1 自己也是比较遗憾 对 雷槿揶哪笔 对 门楼 荷犯 他在这儿换上了这个阿里约海逊 这个萨德阿里 萨德阿里 萨德阿里 萨德阿里也是您2001年上海带队的时候的 对 这个那年是他第一年 这一队人他的个人攻击能力也是很不错 对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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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李沐豪这个工作不错 我们一定要轻易地跳 是 面对面 赵继伟完成了一次抢断 但可惜 可惜没有把球权拿住 中国队现在就是年轻人在场上的 他活力永远是旺盛 而且现在就是 郭爱伦就不用多说了 赵继伟 虽然说在联赛当中 上场时间有限 但是在国家队 真是信心 打得越来越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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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投的没有时间了 投的很坚挤 但丁延宇航也是防守到位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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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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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刚才那个 小朋友家长更激动 小朋友以后会明白 他面对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这个球应该可以是今天最佳镜头 这次双手批克非常的精彩 反正是刚才的力道也用得有点大 这球影响了罚球 罚球是需要你整个状态的送持 萨德亚里现在也是老将了 他和达乌德是一年入选的 这个国家队 先连换了周琪 那么李木豪时间在前面的比赛 打的并不是很多 现在就是让他中国比赛 能够去积累一些经验 漂亮 赵俊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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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是有 哎 看赵俊韦这是怎么了 手上好像手上的问题 托着手了 刚才上篮的时候被打到了还是怎样 这个还是要小心 赶快让郭艾伦上上替一下赵俊韦 这些小伙子自信心现在很强了 打得相对来说也比较放开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尤其要当心 对 比赛继续进行 这些年轻的选手的确是防守非常努力 不犀利 不论是对球也好 对无数的争夺也好 都是非常的努力 颜ацион 五区 初步分球 看赵俊罗 周虎 真的 这一它 median 这一截到目前为止 中队才得了几分 进攻上还可以再好一些 进攻 这球是沙框而出 对 实际上换上一线联以后 那么这个球要有意识地去到第一位 是的 那么现在主要在配合当中 还是在组织外线 在外线飘 对 对 对方投进了一个三分牛 这个球完全应该去到内以后回来 那么在开局的时候那段时间 打得很不错 这球是叶连想持球攻 直接被对手切掉 郭艾伦上队很快 直接推进得分 有时候打不开局面 他就得是郭艾伦这一下 对 他反击的时候 他这一下是很坚决 对 而且也有很好的效果 成功力很高 这边李木豪又一次犯规 李木豪算长时间不长 但是已经有两次犯规 他就会有两次犯规 一 二 三 走 11号伊尔凡 这中国队再次人员调整 把老将刘伟换上 这次人员调整 保持这个场上的这个体力 咱们现在有意识地 一打叶连那一项 对 叶连单打叶尔凡 按说中国在现在这个场上 阵容的高度和对抗能力 都是没问题 对 好 萨达里 他是有篮子的 这是防守出现个体 是 底分差距一下缩小到了8分 是 中国队一定不能就是放松 好 在这里 是 是 有点 有点 再导给萨达阿里 二场单打益晓联 但没有任何的机会 益晓联这段接球机会不错 转给外线的贾小川 进了 这次的战术配合 对 还是最近这一段时间里 最成功的一个 益晓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那么在这个位置 接球一定不能忙 接一定要看 然后做决定 是 那么看 没有失去控制 接球 斜方轮转 及时的转移到另外一趟 对 打倒轮转 这个强度的预算 一半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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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约科梅琴 纳达尔 小维莲姆斯 沙拉波瓦 多位大满贯冠军得主 领先打造中网历史最强阵容 十亿黄金周别无选择 看电影对决 就在中央电视团 中国网球公开赛 中央电视团 来看一看这是目前的数据 中队三分球是非常出色的 当然对方也很高 也不低 今天来的小朋友真不少 篮球真的 真是在提醒 这个坐在我们对面的主题台上的 篮鞋领导的篮球要从麻麻抓起了 记得义 - 关键- - 竹博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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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阿迪大王向 阿迪一条 徐林森 40比30 我们看看这次罚球以后 对方的防守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对 还是扔低人防守 是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对 刘海跳步 进攻反规 催人了 这个球好像刘伟是被对方打到脸部了 这一截倒是中国队反规多 就是刚才李博豪上来呢 拼地很足 但是可能因为那就是上场时间比较少 对 他前面比赛打的少 对 上次的这种感觉肯定是 肯定是合适 对方的大队 对方进攻 对方代表 好 快点快点快点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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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阿联转一球出来 一键来的机会 这是赵太龙突破分球 对方擦板投篮得分 9号穆哈姆德 这球出手就偏了 这段时间命中率 不是很多 包括在阿联的外边的这比 后来都是很好的机会 这一截中国队才得了 到现在日才得了11分 非常低了 这次争取应该是中国队 应该是中国队球弦吧 因为中国队跳到球 转换球权 我们上次有一次丁岳宇航那次争取 最后还是给了卡塔尔的 鞋游航那次争取 中斤 连球队 天 cred 迢ск 我打球 许维忽的很坚决 对 这是利用内线攻击力的牵制 把防守调动开 刘维自己投了 这一节中国队也不能算是进攻就好了 只有13分 再转 小小川怎么样 打进 这是快攻打成跟时间赛跑 这次易建连拿到篮板 给到刘伟 刘伟再上球给到小小川 这个速度是不慢的 对 利用全球节隔了时间 但是赛小川 反击也确实效率很高 但自己没有发劲很懊恼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 44对33 中国队领先11分 还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希望 这只是一种放松 或者是 对后面状态的这种磨练 因为毕竟 今天这场比赛只是一场小组赛 好 双出休息 我们来看看双方下半场三四节的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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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拱 雪花唇生 匠心营造 全新萌拉的楼兰 创新兴风 今世新生 东风日禅 喜丽啤酒 敞开新世界 全力呈现体育精彩赛事 设计 安全 动力 动圈完美的改变 指针至美 全新K 即将登场 东风日大奇亚 买卖二手车 上瓜子二手车直卖网 个人车主直接把车卖给个人买家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买卖二手车 上瓜子二手车直卖网 大家好 我是王礼宾 1987年亚锦赛 我是中国队的中锋 我是龚如铭 1987年曼谷亚锦赛 我承担中国南篮的后卫 我是李南 2003年亚锦赛 我担任中国队的小前锋 我是朱芳宇 2010年的亚运会 我担任中国南篮的小前锋 2010年我担任中国南篮得分后卫 我是刘伟 2011年亚锦赛 我担任后卫 我是一千年 2011年亚锦赛 我担任是中国队的大前锋 亚洲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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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在努力 2015长沙亚洲南篮的表战 为中国队加油 中国南篮向祖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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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各位 欢迎回到我们中场的演播室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 上半场还是控制局面 44比33 领先对手 虽然对手在核心球员的 两大外线的使用上有所保留 但是应该说卡塔尔队的特点 还是给中国队造成了一些挑战 但中国队在上半场的战术发挥当中 哪些是做得不错的 哪些是做得不足的呢 下面就让我们把时间 交给张银松指导 进入战术解析 来了解一下 中国队在上半场当中的 战术执行情况 时间交给云指导 相信公联防是很多运动员和教练员 包括球队 在比赛中经常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利用这点时间 通过中国队一个公联防的配合 跟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公联防当中应该注意什么 那么到底怎么去利用发挥球线 怎么去彼此拉开空间 怎么去利用掩护 好 那么我们就利用 中国队上半时的一个配合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在落位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要尽快地拉开空间 落到自己的位置上 好 现在我们看到 三名外线球员 那么分别站在圈顶的位置 和两个四十五多角 把外线空间拉开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阿联和王哲林 是在同样一个位置上的 但是这个时候两个人 一个人快速地向底线去移动 那么另外一个人 向有球侧去争取 能够接到这个球 好 我们再看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卡塔尔队是战成了一个 二三联防的防守 那么一二号位 一个人在防持球 那么另外一个人在携收和保护 发球线 那么三四五 三个人在防守底线这一条线 好 那么这时候 好 阿联停 阿联接到向球移动之后 接到这个球以后 那么阿联选择了 因为阿联面前 没有任何的防守队员 所以这个时候 阿联选择了持球向里突破 而同时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 中国队外线三名球员 内线在第一位的位置上 在底线的位置上 还有王哲林带接应 那么这个时候 面对到什么一个情况 那么就是当卡特尔队 阿联继续向里突破的时候 卡特尔队在内线 进区内中间 那个位置上的球员 他必须要去顶阿联 否则的话 阿联就会直接面对到篮筐 那么一旦到他上去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卡特尔队在底线的 另外这个四号球员 面对到一个就是 一防二 一个是篮下的王哲林 另外一个外线的 迪远宇航 里根也出现了一个空档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在这个球 在这个环节上 已经是出现了 内线一个机会 和外线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球 阿联无论把球传到 哪一个位置上 都应该可以轻声地 创造出投篮机会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球 那么最后 阿联是选择传到内线的 王哲林 王哲林造成了篮下打进 还造成对方犯规 我们可以再重新看一遍 这个配合 外线之间转移球 然后阿联和王哲林 迅速地拉开 就是说阿联持球相对突破 王哲林和里根 同时出现两个机会 那么显然 王哲林那个机会 更具威胁性 那么这个配合 就是我们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配合 那么去了解 到底在罚球线 在公联防这个环节上 怎么去绿好罚球线 包括当罚球线的队员 接到球之后 应该怎么去处理好这个球 好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还是把时间 交回给杨健 好 谢谢张艺船主导的点评 那么中国队在亚洲来讲 我们的身高优势和整体优势 确实非常明显 所以在亚锦赛和亚运会 这样的比赛当中 亚洲球队面对中国队防守的时候 会非常多比重的应用联防 如何来迫近联防防守 将是中国队赛 本届亚锦赛当中 最终登顶 可能遇到的一大难题 但是中国队随着比赛的进行 应该说也是越打越好 我们的整个的位置 空间 包括传球的时机 大家现在是做的是越来越好 当然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 中国队上半场当中呢 进攻防守方面 应该做的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如果说有不足的话 就是防守对方 关键三分球方面 我们还是有一些舒服 但中国队半场 三分球命率达到50%以上 但是也让对方投进了六个三分 这也是中国队一定要注意的 这个卡塔尔队 他的球风啊 确实跟其他的亚洲球队不太一样 因为他的篮球文化当中 美国篮球的这种影响 包括这种规划球员的 在场上的发挥 起到主导作用 在整大部分时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统计 蓝板球是21平 助攻中国队8对3 对方只有三个主攻 个人进攻为主 那么犯规是9对12 15是4对5 抢断和盖帽 中国队被对方用了三个抢断 命中率 对方有12投6中的三分球命中率 虽然对方的两分球很难得分 我们的百能得分是26对11 内线得分12对4 中国队的内线球是整体球是 尽险无疑 但是防对方外线 特别是第二阶上来 这个萨德阿里上来 他这个能力 我们确实也可以看到 确实是很准的 也希望中国队能够 继续像刚才张云聪指导 所介绍的一样 把我们攻联防攻区 防守当中 这种稳定的发挥 能够保持住 另外在我们自己的防守上 对对方外线的进攻 有所布置 下面就让我们把时间 交给现场 继续关注 下面场的比赛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2015年亚洲南乱锦标赛 中国队对卡塔尔队的下半场 三四节的比赛 在上半场的中国队 第一节打得不错 第二节的起起风步 目前领先对手11分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 第三节上来呢 中央电视台把先发战络 都换上来 收起这边上来 准备缓开那场 一失误 对方萨德迅速攻过来 时间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 完全拉开 我们中国队不论在攻防两端 下半是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专注才可以 是 节目反馈 节目反馈 对 仍然是 开局两次都是进攻失误 所以状态要紧张起来 状态要延起来 就是光说这容易 但是人家说真正做到 还需要对我们一段时间 因为你已经凶下来了 对 再紧起来 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其实上场的第一个开局 中国的打得也不好 对 看周防 一键连在这儿是用于漏了 对 好球 周防和一键连的一个配合 是 对 对 好球 看周鵬怎么样 漂亮 两个踢局 都是周鸬打得好 鼓动而且有办法 是 叶阳防守防得不错 对方突然干拔三分 这差点远了 这球到前场一直运运运 最后就投一三不战 运了14秒 因为他投篮的时候只剩10秒钟了 以三不战结束 对方要调整一下 对方赶快交易暂停 用心自然好 湖南粮食集团 精彩南兰亚竞赛 由精键茶油为您独家呈现 百岁山优质矿泉水 携手CCTV5 为您带来精彩篮球赛事 水中贵族 百岁山 来看一看周冯今天上场时间是7分35秒 但拿到10分两个篮板效率不错 对 而且他的命中率还很高 对 还有防守 防守当中的习惯一直保持得很好 对方的习惯一直保持得很好 是 15 他 他 他 2 1 2 3 在中国队 这一路征战过来 易建连的效率是最高的 而且易建连对于这支球队的 帮助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这支球队的领军人物 而且在遇到困难的状况下 易建连做了很多 可能出去体现不出来的事情 在空谷两端都是做得不错 第二阶段 宁愿宇航要比第一阶段打得好很多 感觉状态都放开了 险些又是 断球成功 但是这球吹了周琪的一个防守犯规 江湘晋 中国人 中央军人 在美国防守卫出席 中早队 王冰胎 第一阶段 王冰胎 第一阶段 王冰胎 第三阶段 战阶级地赛 休冰胎 打准备 闭口 咱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球最后是内传内之间的配合 很是可惜啊 他的演务都不错 我觉得防得不错 李宗盛刚才说了越打越好 这边是点防守团 卡扎尔这边队员受伤啊 中国这边也是换人把周期换下 把王哲林换上 它是终于报纸上的一路 就是这个预备 第二比 最后一年也没有选择 穿球 接着他 他在两个后面也没有选择 穿球 他在那一场阶段 他在那一场阶段 先犯规了 中文队先犯规了 周鹏第一次犯规 这倒是还是挺意外 因为毕竟是一个防守汉这样 这今天犯规数控制的还不错 4号没有什么投篮的能力 4号没有什么投篮的能力 王苏林不需要 这次犯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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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没有什么投篮的能力 对 王苏林不需要 出去这么多 而且假投篮就跳 我们控制在那就可以 这实际上是一个球员对 躺上位置的判断 和对对手的了解 没必要 周鹏拿球 王苏林要位 给到王苏林 4号 阿卜德尔哈尔以为是吹王苏林的犯规 结果发现是吹自己犯规 他也非常意外 这让他第三次犯规了 目前卡拉尔呢 犯规倒是没有再很猛的增长 除了阿卜德尔哈尔和15号亚当之外 都是两次犯规左右 阿卜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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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尔 阿卜德尔 获得 白攻 公钉人的形势 到低位是国家队 应用的比较多的 中锋会利用两个封线的这种双眼护 把移动到低位 方志林第二阀也中 同样上了太凶 特别是在对方就是有这种突破的这种意愿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调整一个距离 这就是一个经验 他要比赛的积累 是 不能在什么情况下一直都是往那偏 好 方志林今天慢慢地适应了状态 还不错 打垒 打垒 放开 包括马尔 准备 直接放开 对 就是 这个4号阿卜德尔哈尔 他确实他的投篮能力非常一般 得放给他投的一个机会 来一锦连 也怀疑三半 这段时间 说不尽 阿卜德尔哈尔好像是找到感觉了 连续中俩 中跑 野生 中国队两次回应球 这是很涨世纪的 这对方是 阿卜德尔哈尔 投了两个三分球 这王志林可能也是觉得有点意外 中国队这边进攻段连续回了两个三分球 里面插去没有缩小 小军北上球 好球 漂亮 中俄队快攻现在 打得非常出色 碰面 我们在投球 永远 Tennis Ó 大村 对方倒车線倒得很快 Francisco 赶天 场上目前这个阵容 包括说把一剑联换下 周鹏换下 换上的是郭艾伦和翔小川 变成这个四小一大阵容 对 就如果说没换人的这个过程 前面出现场上那五个人的阵容 是防守之上的阵容 对 好球 王志玲那边 中央就其他的阵容在努力给内线中方那儿制造机会 二十分差距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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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美味 ี้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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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一段时间在防守上立足 除了刚才那个就是阿卜德尔哈尔 那两个三分牛有点意外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防得还都不错 那两个确实让人有点意外 在看做前面的比赛的时候 他也不属于一个 投篮很出色的这样一个角色 在看之前的阶段 是试图 中阶段 我会让他进来 上路 左果 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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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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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头 时间到了 加油 怎么算 两分有效 球是碰到蓝圈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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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队的外籍教练员吃了一个技术犯规 因为他一直在跟裁判计较刚才那个24秒的问题 现在还在吵 其实刚才在他一开始吵的时候 他身后坐着宋涛知道 因为就是并不属于教练组的人员 做到观众席上 就已经在提醒龚鲁明知道 让他坐下 就不要再争执了 因为就是这个判决是不能改的 你打好后面比赛就可以了 就是跟有意识地给裁判施压 这个也是教练员的方式 但是尺度肯定是要注意的 对 对对方有多获得两次进攻的机会 一次罚球一次球权 好球 这边里根 直接反击得手 要注意对方推进的速度 要注意对方推进的速度 准备 准备 机会 表达拿到前场篮板 保证第三阶最后一次进攻聚会 对 对 怪伦拉开有可能会自己打啊 打进 漂亮 两分有效 刚才说了 有可能要自己打 果然都有自己打 打进 这样的话 三节比赛结束 中国队70比48 领先22分 这一节26分 第一节 这上半场44分 这一节的得分效率还是不错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来看双方第四节的比赛 散菜温度 纵而有态 真人质更要真价值 你好 我是自主创业的威灵 北汽威望 买卖二手车 上瓜子二手车直卖网 个人车主 直接把车卖给个人买家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买卖二手车 上瓜子二手车直卖网 德约科梅琴 纳达尔 小维莲姆斯 沙拉波瓦 多位大满贯冠军得主 领先打造中网历史最强阵容 十亿黄金周 别无选择 看颠方对决 就在中央电视台 中国网球公开赛 卡达尔的两分球民中率在这一截已经降到了21%了 是很低很低的民中率 那么凭借他们这之前有50%的三分球民中率 他在三分球民中率呢 是降到44% 但实际上也 照片第三截确实不好 小终对第三截的共手两端都不错 怎么了 我看裁判员的手势 赵太龙反规 对 赵太龙反规 无球 军抢的时候推人犯规 赵太龙 五球 第二截 赵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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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了 漂亮 乖伦那边是远距离中统 对方分球分得不错 发现中国队防守扎堆了 对 三个人扑他一个 马上这球传出来 萨特亚里是有经验 发动有点慢 刚才一个人扑他一个人扑他一个真正的舞台 王智琳现在看看他的数据 今天九分两篮板 一次出风 但是有三个犯规 三个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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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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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隆 呼球的空跑非常积极 嗯 这底线跑一个来回啊 对 他直接就跑到这个 李渡豪这次就可以了 戴隆船突破制造对手犯规 罚球两寸 第二阶段 比起第一阶段来呢 中国队抗道的对手 更擅长于对抗 对 更愿意去主动去找身体接触 找对抗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队员们多去适应一下这种状态 对 对后面的比赛也是有帮助的 对 接下来 中国队按这个节奏打 一定是碰印度 就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这也是 仍然是没有悬见的比赛 对 对 尽管上次亚领赛的时候 在马尼拉 印度把当时的中国队打得 好 先看这球 郭艾伦又抢断一次 打得非常活跃 尽管上次亚领赛的时候 印度队把状态不佳的中国队 打得有点有点烦躁 但是像王志郎也说了 这是两个实力 对 完全不同 不同打次的球队的比赛 一天 关键的比赛还是就是半决赛和决赛 对 Julia 小朋友 我猜ру 身bane 表演上的这球没有打进 有点可惜 对方并账一个两分 法比赛 漂亮 漂亮 这一次两个阶段小组赛 里根的外线射数非常的精准 感觉不错 对 外轮的突破变速 把握的是不错 这边 里根投进了一个三分 但是也没防住 没防住对手这三分 这确实是他这边漏人了 或者说他这边没有及时的去轮转 来看看进攻端 乖伦 注意进攻时间 对方是一手气连换三个 啊 对方是一手气连换三个阶段 来说还是一手的气迫 来说一手气迫 这边的手气迫 对方是一手气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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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川重心已经降得很低了 防后卫啊 杜海伦 赛图漂亮 又一个快攻 越打越有自信 对 那个 卡套四个人站着没有一个防守的 有点像咱们这个学 学车的时候练过根 根摆在那 车随便抖 现在打 基本上打顺了 一剑连今天的 这就是一个就是 不用再多说的一个表现 十三分九百 如果说让翼琳冲入马道尾 一定不是这个水準 但是 在他上场的时候 表现的状态是没有问题的 又是一个暂停的时段 稍微休息一下 卡套二都交不上去 我们天生是独立的个体 独立思考 独立抉择 独具观点 独立成就 生而独立 行有观点 完之漆车 市一 开 сл 内线的得分方面 中国队压倒对手 而在二次得分 倒是对方比中国队多四分 但是无济于事 主要是在板凳得分方面 中国在今天48分的板凳得分 阻力就没打太多 所以整体实力卡道尔是差得多 差得多 因为上线没有防住 所以到了底线附近 得毛去盖帽 但是控制了自己身体 没有去上规 嗯 好车的 二次 对 出国队在 像今天公联房 我觉得对于中间的这个环节 球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还有4分26秒钟的比赛将结束 中国队今天进攻效率整体还是不错的 像您说的也确实耐心 一些处理怎么攻联防的办法 是 是掌握的 可是起码执行力是不错的 对 但是呢我们也得提出来一点就是 卡道尔队毕竟实力是比中国队差很多 而且呢 看今天的状态 他还没有那个特利湾逊上 对吧 他少一个 他的进攻核心或者进攻箭头 对 所以 中国队在明天这一天调整的时候 还是要多去想一想 打印度和打印度之后的比赛 做好那个江湖的准备 对 紧从卡塔尔的这个联防来说 没什么的指挥 对对对 一个能让 对手的大个子随随便便就 就站到篮下并且接到球 邀到球可以发起进攻的联防 一定是不成功的 神圳华 董事长 就做的是 东西 帮助 人生 人生 每一人 每一人 一人 as 翁 rom 离 二人 jar 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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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